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刚刚过去的五一价期里 不少网友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纷纷晒出了自己买到的报恩榴莲 闻着臭 吃着甜 有的一个甚至只卖20元 价格跟以前相比就俩字 真香 正在吃榴莲的你可能会问了 榴莲以前不是天价水果果圈顶流吗 咋这么便宜了 其实这主要还是受到供需关系的影响 首先五月份正是像榴莲 菠萝蜜这样的热带水果迎来成熟 集中上市的时间 那作为时令水果价格上多少还是得拿出点诚意 对吧 那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进入中国大市场的进口榴莲总量增多了 一方面我们来看供应量 这些年我们国家积极扩大外贸朋友圈 市场多元化进一步拓展 从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棕雨油等农产品种类不断丰富 数量也大幅增加 那其中榴莲作为明星选手 进入中国市场后更是直接开挂 从总体数据来看 2019年榴莲首次超过车离子成为我国的进口水果之王 那2020年先榴莲的进口额跟2017年相比 直接翻了两番 达到23亿美元 2023年这个数据超过67亿美元 怪不得有报告统计说 中国两年内吃了全球90%的榴莲啊 那面对这么大的消费需求 泰国 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榴莲主产区 可谓是卷的飞起 只为在中国市场一蹶高下 比如说在我们进口鲜榴莲占比最高的 也就是高达65%的泰国啊 当地政府部门预测 由于农民不断扩大榴莲种植面积 2023年到2024年年度的榴莲产量 将会增加15.3% 另外啊 泰国 越南等地的果农 不断对榴莲品种进行杂交 新品种产量增加 那在网上最火的广西超低价榴莲啊 其实就是这种个头较小的巴掌榴莲品种 那另外一方面啊 榴莲属于热带水果 运输给力也很重要 前段时间你可能看到了全球首艘奇异果包船抵达上海 那其实榴莲也有直航和专列的待遇 比如说以前从泰国运榴莲到中国昆明 海运要7天 公路也要5天 那现在有了中老铁路跨境运输 时间之间缩短到3天 那加上完备的冷链物流和快速发展的电商平台加持啊 榴莲进入中国的时间越来越短 损耗越来越低 又给价格带来了下探的空间 那最后的最后啊 有一点不得不提 就是近几年海南 广西 广东等地 积极市众国产榴莲 在成熟度和新鲜度方面都非常有优势 再过几个星期啊 海南国产榴莲就要准备上市了 到时候咱们消费者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那不难看出来啊 国人对于果盘自由的向往 映射的是整个中国大市场对品牌消费的追求 那相信啊 随着进口水果 国产水果 继续同台互补 良性竞争 更多消费者将享受到价格和味蕾上的双重幸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